我们看到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终于是尘埃落顶 那么由此市场会如何来预测未来美联储形势风格 而美股前期的任文股出现了一个普遍大跌 世梦率的神话就此就要破灭了吗 相关的问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高宝集团证券执行董事李慧芬 Stella下午好 刚刚的新闻当中也是介绍了在市场头上已经盘旋了几个月的悬案 也就是这个下一届联储局主席的人选 现在终于是靴子落地了 那么鲍威尔将会连任 而之前的提名大热布雷纳德也是身为了二把手副主席 那么看来这个美国需要在疫情之下来保持一个货币政策的连贯性 那么我们从之前对于这个提名人选的一个预测来看 布雷纳德的风格似乎是比鲍威尔更加要鸽派一些 那么由此来看这一次的鲍威尔当选第二届任期之内 会不会变得相对来说更加鹰派一些呢 而这个加息的时点会不会叫之前的预测会更加的提前呢 其实我觉得鲍威尔的经常是比较硬派一点的 但是第二届是比较假派的 这是怎么情况呢 这是说整体整个人群局里面 就是硬派跟假派的人也有了 所以甚至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的加息的部分会继续鲍的看法 但是现在市场上面在看了 现在美国的经济战况越来越好 很多的经济数据啊 还有这个情况 比如说的是油价 虽然现在金钱回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在各位以上 所以很多人觉得 明年六月份左右 就有机会是开启加息 明年年底的时间 大概11月份还是2月份左右的第二期加息 所以比之前预期的比较快一点 因为最初的时间 因为明年年中的时间呢 才将这个国债去加满元节 还有都年底才开启加息 所以现在出了这个人群局的主席 跟这个副主席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看 之前的数据 再看未来是什么地方的影响 有可能去加息的时间点 会提早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还有半年 七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要看这个疫情的变化 因为现在美国 欧洲哪一边 英国哪些的疫情 可能有出现这个反弹的情况 所以如果疫情真的在增加的比较快 比方说这个疫情呢 在矿大的情况底下 可能加息真的要到明年年底 或者是2023年才开始发生的 看来Stella的意见会比较同意 这个明年的两次加息这么一个观点 而且这个加息的时点 可能比之前预测的还要早一点点 但是呢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疫情受控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说疫情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 可能这个加息的时点 时点还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了 那么再说到这个昨天的这个美股表现 今年的一个热门的美股科技成长股 是度过了昨天艰难的一天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包括Rivian 还有这个Roblox等前期的一个热门股 都录得了一个大幅下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纳指也是下跌超过了1% 这些今年涨幅最大的股票 究竟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 而美股所谓的这个视梦率神话 真的是要破灭了吗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美国的股票 真的相信着很厉害 还有这个Lasda和Nasda 那几度也相信着 比去年的地位已经象征了一倍有多 所以现在什么的坏消息出来 也有机会影响这个股价 但是我们看会员跟Bird up的情况 有点点不同的 一件是因为跟这个Foot的 的汽车厂的这个合约取消 他们的合作取消 这个情况 连大夫上的股价当然会下跌了 另外一个是元宇宙 就是Nike在这个平台 推出这个元宇宙的游戏 这是未来的方向 但是为什么海系股价会出现偏暖的情况呢 因为之前大家都吵着这一段的消息 还有就是这个元宇宙的情况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真的比大家去习惯 还有就是通用的情况 比如说可能是真的大家都会用这一方面的这个元宇宙 可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去带中花 还有他们投进去的钱是需要很多的 基本需要很多的 所以这个合线来看呢 短期境内是一个快的消息 呈现来说当然是好了 那短线来说有机会影响他们的厂经战法啊 还有他们的放出去的机关 可能短线现在没有那么快的回管的 所以这个短线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原油方面啊 看到现在最近这个油族与美国在增产的角力上面 是有了一个升温的迹象了 拜登呢在带不动这个OPEC加增产之后 就转头来联合一些原油消费大国 来准备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了 预计呢最快是美国时间周二就会再宣布 那么OPEC加他显然对此是很不满意的 也警告说可能要重新来评估来看看现在的这个增产计划了 那么这会不会让到原油市场 是再次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荡呢 那么在这一场博弈当中 您觉得究竟是谁受贿了谁又吃亏了呢 当然呢就是原油价格有去年的低回上升 都现在最高见这个85块钱左右 甚至都很厉害几倍的价格是上升 就是美国那边的多人紧张了 因为它的通胀第30年以来的最多的 所以美国很紧张希望这个OPEC 这个OPEC成员国OPEC加 希望这个增产 但是在OPEC的角度来看 他们为什么会增产呢 他们希望这个价格 比如说70多块钱 80多块钱左右 去还行对他们最有利 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增产这个原因 但是在这个美国那边很大的机会 会提早去加息 因为他们的通胀很厉害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如果他们不增产的话 唯有几好美国跟这个日本 还有提议中国那边去西方储备的石油 但是会不会真的纯粹呢 就是跟这个OPEC那边的谈判是什么情况 我们会未来一段时间要看 但是我自己觉得美国很大的机会 会西方一点点的石油的储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油价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沙点 还有其实7块钱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强弱分界线 但是现在已经跌破了嘛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有机会黄沙调 大概在70块钱呢 或者是68块钱左右 在这个情况之下 OPEC一定会跟美国去谈讨 或者是商量 所以呈现来说 OPEC那边还会去增产的 但是短期我觉得 他们会这个价格的 还会争取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跟日本 可能最早会希望这个石油的储备 之后OPEC才会增产的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油价 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性的 可能下面在65块钱 上面在85块钱 20块钱期间的线线上下的 好的 非常感谢Sella 这一时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谢谢您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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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